有部分親綠的網友好像就不太開心了 就執腔說 如果你這麼喜歡 那就滾出台灣 那粉專呢 俊克明就反鳳 那如果你玩原神 必然航線 心窮鐵道 王者榮耀 或者是英雄聯盟 明朝絕驅靈 這些遊戲 難道也要滾出去嗎 網友就紛紛表示 現在連玩個遊戲都要玻璃心 你都已經拿大陸製的手機 還有大陸製的電腦了 難道就不能玩大陸遊戲嗎 另外呢 這個立委徐曉信 還有表示說 這個中國大陸呢 他們自己的歷史跟文化 做出這麼一款好的遊戲 到底有什麼好酸言酸語的 所以就想要再問問看大千哥 先問問看大千哥 你知道這遊戲你有玩嗎 我知道這個遊戲 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遊戲玩家 但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有認真的關注這個 黑神話悟空整個的發展 所以剛才順陽提到了 就是說這個說實話 黑神話悟空這一次的這個火爆大紅 其實反映出了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了 當然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就是 這對我們這個中華文化來說 是一個受到世界肯定的一個驕傲 那麼甚至這個黑神話悟空 他這一次的這個大紅 還在這個中國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裡頭 這個外媒還詢問了這個問題 那麼也就是說其實黑神話悟空 已經在全球引爆了一波這個流行的浪潮 那麼黑神話悟空大家都知道 他的內部的核心的故事就是西遊記 西遊記其實是中華文化裡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說 那麼也代表了我們中華文化很多重要的元素 更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各位仔細去看一下這個黑神話悟空 有去下去玩一玩或者把它打開來看一看的話 黑神話悟空有幾點是相當令人佩服跟肯定的 就第一個他在裡頭注入了大量的這個中華文化的元素 他幾乎是非常忠實的去反映出來當時的一個狀況 然後第二個重點是他在取景的時候 他取了非常多這個非常壯觀的 我們剛才看到了像山西這些地方的石景 那麼這要花費非常長的一個規劃設計跟完成的時間 那第三個重點是黑神話悟空他的內部的配樂 其實是相當相當令人驚豔的 我只能這麼說 因為他的配樂幾乎排除掉了所有外國的這個音樂的元素 他就是以中國音樂的元素來進行這個改造 那麼譬如說他其中有一個配樂叫做往生咒 往生咒的這個配樂大家在YouTube點一下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這個配樂完全就是 就是幾乎是他短短的重複了幾個字 可是卻可以形成了一個強大的 像這個西藏喇嘛的這種氣場 你聽起來之後你有很大的震撼跟感動 那麼包含他在另外一個配樂裡頭 他用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樂器 其實我們一般人都不會想到的是什麼 就中國的這個樂器裡頭有一個樂器 一旦這個樂器出來 那麼幾乎就可以蓋下了其他所有樂器的聲音 就是唢呐 就是當我們看到這個配樂 原本是交響樂在演奏的過程當中 忽然之間唢呐的這個音樂加進去了 唢呐就馬上成為這個配樂當中的主角了 所以其實我必須說這個黑神話悟空 他的這個製作團隊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他很努力的還原了當時的這個原貌 那麼把中華文化能夠推廣到全世界去讓大家理解 那我在這裡講中華文化其實並沒有任何的違和之處 對兩岸的中國人來說 中華文化本來就是我們共同的資產 所以我們今天就算在台灣 我們也可以以中華文化為榮 這個沒有什麼好被指責好被批評的 那麼如果今天這個這個我們台灣 還有一些所謂的這個青綠的這些網友 還要在這裡酸言酸語的話 那麼這些人就不要過年就好了 今天台灣的農曆年不是來自於中華文化嗎 這些人就跑到馬祖廟跟這個行天宮面前去 叫他們都遷出台灣好了 那這些神旨不都是來自於中華文化嗎 今天台灣跟中華文化之間的連結 是密不可分的 不是民進黨這群台獨分子說想切割就想切割的 如果你們想當日本人 你們就滾出台灣去日本就好了 如果你們想當南島文化的這些這個民眾 你們就搬到南太平洋去住就好了 不要留在台灣 台灣跟中國大陸都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這是沒有辦法切割 也沒有什麼好否認的 所以我想看到這個黑神話悟空 能夠在國際間引起這麼大的回想跟重視 身為中華文化這個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我們都覺得很驕傲也覺得很光榮 那麼但是第二個層面就是從遊戲製作的角度來看 其實很多人看到黑神話悟空這個遊戲的時候 就在問說 那這個遊戲為什麼不是騰訊跟網易做出來的呢 為什麼是由馮濟所領導的團隊做出來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是 因為過去在中國大陸的這個遊戲市場裡頭 他們都很在乎的是他們的資金流 就我這個遊戲推出來之後 我每個月能夠帶來多少收入 各位知道騰訊跟網易每個月的資金收入是上百億的 是以百億來計算的 因為他們所推出來的遊戲 角色也好皮膚也好技能也好裝備也好 都需要玩家在這個使用的過程當中 繼續的投資下去來進行購買 所以他們可以收入到每個月龐大的金流 但是各位看一下這個黑神話悟空 他其實是一個一次買斷性的遊戲 也就是說你買斷了之後 你接下來每個月就不會有這些金流了 所以因此對騰訊跟網易來講 也許你說這個一上市就賣了68億台幣 看起來是一個很龐大的金額 可是對騰訊跟網易來說 他們也許不這麼認為 因為他們每個月的這個資金的流動 可能就是上千億的台幣 所以68億的台幣對他們來說不算什麼 但是我要很佩服這一次黑神話悟空的 這個團隊由當時一群 過去在騰訊工作的這些遊戲工作者 這個由馮濟領導的這個團隊 他們在這個遊戲上真的花費了很大的心思 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剛才提到他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花了將近6到8年的時間 他們投資的金額也是相當的龐大 更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很真實的還原了 當時整個這個故事裡頭的場景 也把中華文化很完整的注入在這個遊戲裡頭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了黑神話悟空 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遊戲而已 他還看到了在西游記這本小說裡頭 所讓大家看到的中華文化的精彩和奧妙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你開啟 Rebecca 請別再多伊